嫁给国王所带来的益处可谓无所不在 这一点在卡米拉之子身上再度得到印证 最近 这位年届49岁的汤姆 帕克 鲍尔即将推出一本新著 书中详尽记载了皇家厨房内的100种独特食谱 无疑将宫廷饮食文化推至公众视野 不仅如此 他的美食巨著甚至得到了温莎微型图书馆的认可 荣幸地被收录其中 看来在王宫生活的熏陶下 汤姆对于美食的探索与领悟颇深 以至于在那个圣诞节夜晚 他们家族竟在皇宫中宣宾夺主 令凯特和威廉夫妇带着他们的五个孩子 幸幸离去 自那之后再为踏足子弟 汤姆在推广自己作品的同时 似乎也不忘借此机会 对比正统王室血统的哈利王子 他在介绍自己的著作 烹饪与王冠 从维多利亚女王到查尔斯的皇家食谱时强调 该书专注于烹饪艺术的传承 并明确表示 他绝不会像哈利那样 将家族内部矛盾攻之于众 誓言永不对家人进行任何诋毁 这种形式风格 不禁让人揣测其背后之意 令人惋惜的是 正统王室血统出身的哈利王子 在出书这一环节上 却遭遇非议 难以在舆论中立足 相较之下 继子汤姆的书籍 却被王室视为珍藏 这真是叫人感慨万千 无处诉说公正 试想一下 若非卡米拉在王室内步步紧逼 迫使哈利无奈选择远走他乡 并揭示家庭私密 这样的局面或许不会出现 究其根本 女王过于柔情 允许卡米拉进入王室 从而间接引发了诸如凯特等人 后续一系列悲剧性的遭遇 哈利王子曾在公开场合透露 目前 他们依靠着母亲戴安娜王妃的遗产生活 而父亲查尔斯王储 已不再对他们提供支持 然而 查尔斯对待妻子妓女的态度 却大相径庭 以妓女为例 为了免去她在求学过程中 舟车劳顿之苦 查尔斯在其就读大学期间 就在校外购置了高级公寓公旗居住 学费也全由查尔斯承担 丝毫未让其生父插手 待到妓女毕业 查尔斯更是设立了信托基金 确保他们每年都能获得 数十万英镑的稳定收入 生活无忧无虑 这就不难理解 为何在一次采访中 卡米拉的女儿对记者表示 母亲与父亲离婚是出于真爱 并且言语之中充满了对查尔斯深厚的情感 这份情感甚至超越了对亲生父亲的依恋 可见查尔斯投入了多少关爱和财富 才赢得了妓子女如此深厚的亲情 卡米拉在这段婚姻中收获的福祉堪称丰厚 而这也似乎是其家族的传统 追溯历史 她的曾曾祖母爱丽丝凭借成为国王的情妇身份 成功助力家族财富极具攀升 成为富有人家 据说 爱德华妻是赠予她的珠宝之多 以至于她存放在银行中的几箱珠宝 都曾一度被遗忘 卡米拉在婚礼上佩戴的王冠 正是来自曾曾祖母爱丽丝的世代传承 而到了卡米拉这一代 她更是实现了角色的华丽转变 从昔日的情妇晋升为今日的王后 这一历程实在称得上颇具戏剧性 相比之下 哈利王子的境遇则显得尤为坎坷 甚至连安全保障也被父亲取消 这种待遇上的巨大落差 可能源自她对父亲明显偏袒继母子女 所产生的心理失衡 世人往往只看到哈利的种种作态 却忽视了她在王室中所遭受的不公 以及继母暗中设置的障碍 此外 面对大西洋彼岸的英王室 美国民众的态度 犹如变幻莫测的天气 如今更是陷入了空前的分歧泥潭 哈利王子和梅根 马克尔 这对昔日的王室明星 竟在美国人心中跌至比 安德鲁王子更低的地位 荣英王室家族中最遭唾弃之名 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人间闹剧 Netflix在这场舆论风暴中 又充当了何等角色呢 先来说说安德鲁王子 这位王室成员 因为在NewsNet访谈中涉及与臭名昭著的性犯罪者 杰弗里 艾波斯坦的纠葛 彻底摔了个狗肯尼 凝声扫地 专家里 科恩犀利指出 就在安德鲁刚刚努力摆脱那片阴霾之际 Netflix的最新立作 Scoop 如一把锋利的刀子 再度在他已经千疮百孔的形象上 狠戳一刀 艺术创作 本就允许对历史人物加以虚构 但这般 肆意对上在人世的王室成员 进行戏剧化的呈现和依造对话 无疑是对现实的一种亵渎和公众认知的误导 试问 谁又能忍受 这般被反复揭伤吧 无休止为自己变白的煎熬 安德鲁字头罗网 接受了那场火药味十足的电视直播采访 只能说他的公关团队 要么昏庸无能 要么就是胆大包天 竟然让他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 直面那些凶猛的质询 尤其还是在面对如此严重的指控之时 若当初他们能采取更为审慎周密的应对策略 或许这位不幸的王子 便不至于陷入今日这般举步维艰的窘境 另一边 哈里和梅根 自从他们决绝地卸下高级王室职务后 这对夫妇就如打不死的小强般 奋力捍卫自己的话语权 纵然无人否认 他们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据说 他们通过一系列掏心掏肺的访谈 持续对王室制度发难 致使许多美国民众 将他们视为忘恩负义 牢骚满腹的代表 网友甲 梅根 你觉得现在美国民众对你们的看法如何 网友矣 那么你们口中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毕竟你们可是主动离开了王室 去过逍遥自在的日子 网友丙 不过在你们逃出生天的同时 你们也通过一系列访谈 猛烈抨击了自己的家庭 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欠考虑呢 网友丁 有些人觉得你们不能一边享受独立 一边又贬低曾经接纳你们的家庭 你觉得美国民众是这样看待你们的吗 网友误 话说回来 您调显示 安德鲁王子在美国的支持率 竟然超过了你们 上述网民的问答 恰恰勾勒勒出了这对夫妻顽强抗争的形象 同时也揭示了他们面临的观念挑战 然而对哈里家族的持久炮轰 难免会削减公众对他们的好感度 正如俗语所说 世间万事 平淡才是真 理性的 旨在解决问题的沟通方式 往往更能赢得人心 再来看看 哈里与其嫂子凯特 他俩之间曾经闪耀着一股堪比亲情的炽热光辉 犹如一部情感大戏中的感人桥段 在他的《备胎》一书中 哈里深情款款地将凯特称为梦寐以求 却未曾拥有的姐姐 这无疑彰显出两人非同寻常的亲密纽带 不过 自从哈里携手娇妻梅根 马克尔上演了一场高调的王室退隐大戏后 他与凯特的温情画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路看客纷纷揣测 哈里对凯特微妙的情感转折 以及到底是什么因素 驱使他如今的生活选择 而王室专家们的解读 更是揭示了这其中的扑朔迷离 昔日王室笔杆子 詹妮 邦德女士 日前抛出了他的深度剖析 试图揭开哈里内心的神秘面纱 他虽然认同 哈里或许会为与威廉 凯特等昔日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日渐疏远而心生悲凉 但也也遇到 哈里自身的言行举止 比如各种指控和揭秘 无疑是加剧裂痕的催化剂 詹妮女士调侃道 也许他真的会想念凯特 但毕竟他身边已经有了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女人 所以可以预见他会把梅根置于所有人合适之前 这也无可厚非吗 另外,备受推崇的《王室传记》作者汤姆·奎恩 则深入剖析了凯特在哈里生活中缺席带来的心理冲击 他强调 哈里对于那段温馨又单纯的过往关系的向往 同时也揭示了 哈里在对梅根的执着忠诚 与对失去与凯特那份曾经的亲近感 所产生的惋惜之情之间的挣扎 在奎恩看来 失去凯特对哈里而言 就好比是母亲去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打击 眼下,哈里王子即将踏上回归英国的旅程 参加他一首创办的英勇者运动十周年纪念活动 此举既充满了悬念 又显得格外重要 要知道 这个旨在表彰伤残军人的英勇者运动 对哈里来说 既是个人情怀的寄托 也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存在 他还煞有介事地 参与了关于英国再次承办该运动的所谓高层级磋商 仿佛是在告诉大家 他对这项公益事业的热情从未减退 坊间传闻 即将在伦敦举行的这场十周年纪念仪式 被视作哈里和梅根重返公众视线的关键节点 预示着这对萨塞克斯公爵夫妇 有望借此机会修补与王室家族及英国大众的关系 堪称他们重塑形象之旅的关键一环 届时 哈里将以英勇者运动主要代言人的身份亮相 这一刻不仅是对其职业承诺的体现 更是寓意着一段和解与治愈的象征性旅程 在这场家族纠葛 个人利益与公共职责相互交织的复杂迷宫中 哈里王子赫然发现 自己正站在一个充满深意的人生十字路口 他周旋于失落 忠诚与新生的矛盾线索之中 努力在尊重过去的同时拥抱现在 并精心剥划一条通往坚韧与和解未来的道路 尽管这条路上充满了自我陶醉与讽刺意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